没什么事情就不要往家里打电话了呀 在外面自己认真学习工作 我和爸爸都好 不要太想家 那个实习的事情怎么说 什么还在考虑呢 在美国要照顾好Sky 你在那边然后注意身体 放心 你无需骨头了 好嘞 哎呦又在和谁打电话呀 想什么呢 我妈 她最近身体不大好 算了不说 来尝尝 嗯 好 好吃 我妈打小就这么跟我做 哎妈 上次那个 番茄炒蛋怎么做来着 哎呦和您讲过多少次了 番茄炒蛋要冷油热锅 先打蛋炒个差不多手 再加番茄 最后倒点盐和糖 翻一翻就可以出锅了 哦 得了杨杨 上次说的实习的事 考虑得怎么样了 要不就不去了吧 不然 毕了夜也回不了家 我去就苦心了呀 弄得想想哭 行 怎么东西忙后来 嗯 那拜拜 拜拜 嗯 你做番茄炒蛋还要喂你妈呀 还不是为了给她多通几次电话 她总嫌我给家里打了太多电话 可她身体也不好 这你知道的 哎 是该多陪陪妈妈 但也不要老用做菜为借口 直接说不好嘛 再说都快毕业了 是要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了 算了先吃吧 不说这事了 可能 我妈也希望我 能在国外好好发展吧 喂 妈 我又忘了希望是炒蛋怎么做 喂 来 爸 把妈找来 你不是找会的吗 她不扣呢 是 是出什么事了吗 病人家说什么有部分 哎呀 没事没事 想啥呢啊 先 先挂了吧 你 你说清楚啊 妈到底怎么了 喂 我的 身体不太好 去做个检查 没事的 你忙你的吧 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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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爸 告诉妈 我明天回来给她做番茄炒蛋